你直接打过去你不是用讯息哦 不是我直接打过去 有没有 不要惹到太太 但是其实后来我觉得这样也不好 有点打草惊蛇 就是那个女生没有接 但就在她没有接下一秒 我老公就打电话回来 太有问题了 欢迎收听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哇我今天呢觉得很百感着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时间真过太快了 我想说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是22岁 我现在已经是40岁了 没有人要你说这个数字 然后跟今天这位来宾就是 大概有差不多这样的时间 没有见面 因为他是你在入职场的 第一个认识的同事 对对对 然后我们同样都是新闻系毕业的嘛 就同样年纪又是应届的啊 又坐在隔壁 就有很多话可以聊这样 住在隔壁 坐在隔壁 坐在隔壁 然后我还想说 你们是那时候家是不是 对然后 然后就有很多就是 出入社会的一些话可以说这样子 我跟你讲我都知道 因为那时候你都会跟我讲 对然后后来跟这个人吵架之后 然后就 就比较少联系 然后有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脸书啊什么的 就突然接上线了 那本来要联络就是 等一下一起讲啦 反正就这样子 我们赶快来欢迎他 听他别笑很辛苦 对对对欢迎解稿妈妈 嗨大家好 冷漠开场 解稿 为什么叫解稿妈妈呢 对 因为就是不是在写稿 就是在解稿的路上 哇 真的是太可怕了 应该说现在现场就有两个解稿妈妈 对你也是 对真的 压力闪大 真的辛苦了 还要就是弄那个时间给我们采访一下 因为我们是蛮需要聊一聊的嘛 对不对 是 了愈一下 是啊 好那先请这个解稿妈妈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哦对 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就笑出来 然后他就三个小时 对就就就就只有 因为我看到你有打竹字稿嘛 没有 但是这一段自我介绍没有 哈哈哈哈 好来来来 好 呃应该说 反正 因为那时候有问到说 为什么做这一行 可是其实就是只会做这一个 就是文字这样 就是文字的工作 对 那确实这几年 我觉得面临了很多 中年职业的一些困顿 因为确实文字在这个年代 不是一个很被重视的价值 然后大家也一直说要换跑道换跑道 可是我每次都会想说 可是我没有别的专长 怎么会 真的吗 就是 就是你有媒体的一些经验啊 但他终归还是文字啊 就是你要把它转换成 呃 例如说好 社群编辑或什么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网路世代的 的这个年纪 所以 所以你要去从 平面去转到网路经营 我觉得还是有隔一层 就是 对 那个网路的语言 不是我们今天 就是硬要学 就会很像老人那边装年轻 然后跟你用年轻人的梗图 或流行语 这样子 可是我看你脸书 我觉得你很年轻耶 对啊 因为你的用语都很 会让我觉得很生动 可是我觉得我有 就是我们这一个年纪 就是经营 所谓自媒体的一个束缚 就是 就是 因为我有跟朋友讨论过 就是你看我们从当年 我们也没有做部落客 然后后来也没有做YouTube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就一直错过那些 很火红的时候 对对对 可是 对 那 就是虽然大家都会知道说 经营自媒体的品牌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 跨不出去这一关 就是我们在心里 有对自己很多的自我审查 就会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大家喜欢吗 就是 我写这个会有人看吗 就是 就是你会不断的问自己 我告诉你 我也是 对 但是你一定要做 一定要爬出去 对 对 我也是在 就是经历这一段 等一下给你看 我才刚弄好一点点的 的网站 其实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 就是 之所以能够在这条路这么久 表示我们有一定的实力 才会一直被找 对不对 好正面 对啊 所以才会 一直有案子接上来 不然我们早就已经离开这个地方 或是被淘汰了嘛 嗯 是 而且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吸引到 你们同频率的人 绝对会有 应该说 真的是我朋友都觉得我脸书很好看 可是 可是我写粉专就不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粉专跟你的那个个人脸书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 因为个人脸书会讲很多生活上的一些 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 就大家最喜欢 就是一些黑暗面的 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未必那么适合去拿来经营我自己的品牌 就是 因为他对于可能我们所谓的形象 就是我未来还要不要再继续接别人的案子 对 那个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 一点冲突 那你希望自己是对外有怎么样的形象 我希望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好笑的人 那不就是你的个人脸书吗 对啊 就是我的个人脸书 那为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当作你品牌的东西 对啊 就直接成为你的人设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一直卡在这里 就是 就是 就是脸书很好笑 但是成为粉砖就不好笑 是不是怕暗主看到 我不喜欢这么好笑的人帮我写东西 之类 对 哦 了解 怕自己看起来不专业是吗 嗯 但我觉得每个写手都应该有 不同的面向啊 嗯 对啊 所以就是也许 就是会有人喜欢这样子的你耶 嗯 我觉得就是现阶段还是 大家看我脸书就好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要怎么去追踪你的脸书 所以我们听到 我们听到是可以看的 还是你都有开 对 你都有开私人 我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圈圈关的很小的人 就是仅限我脸书上的 可能345位好用 你这个数量都有 我们是身为VIP 对啊 然后每次都很新鲜 海景第一排 对 我看到那个现有的时候 我就说 哦 其实这个我可以看 然后真的觉得就是 一方面是觉得 很幸运可以看到这么 精彩的故事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心疼你耶 就是会有好多 嗯 对 就是一些 黑暗缘的 爱恨成痴 对 可是我觉得你都会用一种 很幽默的方式去包装 可是我相信他掀开 那个糖衣下面 其实是你很多 很不为人知的心酸 有 我觉得我有努力在转化 自己的心 心情 没关系 这我们后面再说 对 就像 就像我朋友都会觉得说 诶 就是都已经这样子了 你还这样子 但我就觉得 反正不管怎么样 人生嘛 就是 还是要过下去 对 所以你的粉专 可以就是介绍一下吗 可是我粉专真的很 很荒芜 对对对 我跟另外的朋友 一直不断来在讨论 到底什么时候 才要砍掉各自的粉专 好 没关系 我跟你讲 我这一集节目上线之前 我会通知女生 你可以就是发一个 赶快铺陈一下 对对对 可以把内容填上去这样 对对对 就是诶 我最近在开始复根咯 那我跟 几个妈妈是在 第一份工作嘛 是在一个出版社 觉得我们都还是 职场小白的时候 对超级小白的时候 在那边结缘了 对 然后在那时候 那时候到底结了什么缘 就是好像你在 就是谈办公室恋情的时候 有一些 我不太能够认同的恋爱观吧 那你管他这么多 对 我就是管他那么多 你看我就是一个职场小白啊 就是 没办法把工作 跟私人的情感切开 就是 既 怎么讲 会很 很气我的朋友 竟然就是这么的 这么傻辣 对对对对 可是又觉得说 我还是希望可以挺他 但是就是有一些 可能沟通上的误会吧 就 让彼此有点距离 后来我就先离职了 然后还是有耳闻 这个女孩子 好像还在苦练当中 然后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到底你这个办公室 练情是有什么争议啊 对什么争议呢 对有什么争议呢 忘了 但我觉得那间公司本身就蛮后争议 对对对对 对 就是我觉得 呃 老板就是很典型的 所谓短视近历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他想要用最快速的方法 达到最高的获利 然后 对 毫不掩饰 哦 我讲一个我马上想到的事情哦 就是 那时候我们呃 公司有出那种食谱书嘛 对 我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意外的 就是老板的决策 就是说呃因为他们要出版新版的食谱书 对 可是不想要重做那些菜 然后重拍那些照片 嗯 他就是好像下了一个指令吧 就是要求每边说把那个食物啊 批到那个别的容器上 有这件事 哈哈哈哈 哎我们好险刚刚没有公开这个出版社 不能公开 不能公开 然后就是那些每边就是一副 什么这什么鸟案子 这什么奇怪的指令 那他们得做 然后就这样子出了一系列新版的食谱书 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版权书 就是那时候很流行那种所谓的知识漫画嘛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做童书编辑那系列 然后都要去每边 就是每边那边都 他们就是在修那些就是韩文的撞身 对对对 我们有时候无聊就会坐过去 就在那边涂那个 就是帮忙在那边 你有哦 我没有 没有我就会觉得好疗虑哦 就是在那边 就是做薪水消脱 然后呢 理解理解 对就是度过一下那个世界 对 那后来你怎么离开那些公司 就刚好有报社的工作机会 然后就 那时候可能跟主管也在吵架 再度把私人感情担心 就是当时还蛮 蛮算三大报戏的其中一家嘛 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是个机会 然后反正出版社不上不下 也就 就得罪出版同意 对 然后就去了 然后你在那一家报业 真的是 待了相同